由于他们家是当兵的嘛 对对 祖祖辈辈都没有读过书 我刚才说了 他们只准干两件事情 跟天和打仗 所以是没有办法读书的 他也没有读过书 到九岁的时候 他还不认识字 这是书庆春 为了能够维持家里面的生计 他呢 背着一个小包袱 在北京城里面卖花生 当然他也希望能够给自己的家 带来改变 能够给母亲带来很好的生活 他在脑子里面非常非常的清楚 要改变生活 靠卖花生是不行的 擦皮血也不行 知识才能改变命运 所以他为自己做了一个 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决定 我要去读书 靠自己在私俗里面 学到的一些知识 他很成功的考进了 当时的满族少年贵族学校 北京三中 特别好 考进去之后 又特别不好 因为没钱交学费 那怎么办呢 接着卖花生 接着卖花生就惨掉了 以后再也没有老舍了 老舍决定 不卖花生了 继续要去上学 但是要换一个便宜一点的学校 他继续去考 接着一下子又考中了北京师范 学校 考进去之后 这个学校有什么好处 学费 生活费 吃饭 第一次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定 在这个学校里面依旧很努力 每次成绩不是第一 就是第二 成绩很出众 担任方家胡同小学的校长 以后就有钱了 妈妈也能过上很好的生活 但是这个时候 他又不满足于自己的成就 他希望以一个能够东西方的视野去看待整个世界呢 他就踏上了到外国去的一条道路 没做多长时间 从这个校长跳出来到文化局工作 又被文化局推荐 到了伦敦大学的东方学院去教中文 这个是他1924年的时候 来到这个地方教中文 他有一个很好的伙伴 叫做许蒂山 许蒂山就是写洛花生那哥们跟他一个宿舍 两个人就住着了 跟许蒂山同屋 学到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两个人住一块 到点睡觉了 许蒂山还不睡 那就问 哥们你写什么呢 那许蒂山 我现在写点小说 啥是写小说啊 来来看一下 读了一下就觉得挺过瘾的 我也写 一时就开始了第一次的小说创作 踏上了文学之路 那我们来看一看老者回忆自己曾经在伦敦的一个生活了 对不对 在伦敦那里的秋月是什么样子 我说不上来 也许根本没有月亮起舞 中国工人俱乐部里有很多人凑热闹 我和沈刚博也去喝酒 我们俩喝了两瓶葡萄酒 酒是用葡萄还是葡萄叶酿的 不得而知 反正价钱很便宜 喝完各自回寓所 一上公众汽车 我的脚忽然长了眼睛 专找别人的鞋尖去踩 这回可不是月亮的毛病 说明喝醉了对不对 上了公交车就老踩人家 老舍的这段文字看上去 跟我们所知道的那些什么猫啊 养花啊 还有济南的冬天很不一样 可以看出是很轻松很幽默的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来看求学之路文学之门 那他开始创作小说了 他创作的第一篇小说叫做老张的哲学 1926年寄回中国之后就给了小说月报 曾经矛盾主编过这个小说月报 在寄的时候已经是郑振夺他们来负责的了 小说月报很牛大 一般不会轻易登别人的小说 不会登别人的小说 也就是说他只留了一小块位置 是给小说准备的 当他们拿到老张的哲学之后 看了一下 我觉得太有意思了 结果一整年 一整年小说月报 全部都刊登了老张的哲学 连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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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成功 那好了 连载的时候就作者是谁呢 成为一个作家之后 必然要有一个笔名 对不对 那用什么笔名呢 他仔细一看 既然这个标题叫老张的哲学 那也取一个老 什么东西做笔名算了 老什么呢 看来就把自己的书字给拆掉了 拆掉了 那我就叫做老舍好了 就用老舍的笔名开始发表了 第一部的作品 我们来看老张的哲学 老张的哲学刻画了一个特别搞笑的人物 是老张 老张是个教育界的败类 虽然是一个小学的校长 但是呢 又自私 又小气 又有点自大 那我们来看一看啊 老张的哲学 老张的哲学叫做三位一体 什么是三位一体呢 他的宗教信仰信三种 我们平常一个人信一种就算了 他信三种 一种是回教 回教是不能吃猪肉的 一种是耶稣 一种是佛教 佛教是不能 什么肉都不能吃的 他的职业又是三种 要么是当兵 要么是教书 要么又是商人 他的语言也会三种 一种是普通话 一种是东北话 一种是山东话 他什么都是三种 包括洗澡 一辈子估计也只洗三 第一次已经洗完了 出生的时候洗的 第二次是结婚的时候洗的 还有一次没洗的 估计是死了以后 洗尸体的时候再洗一次 叫做洗三次 凡是三种 都是三种 他为什么会信这样三种教呢 因为他很小气 当猪肉很贵的时候 牛羊肉很便宜的时候 他就说我是信回的 为什么回教人不吃猪肉 对不对 当猪肉很贵 牛肉羊肉也很贵的时候 乃是信佛的 什么肉我也不满 当请客的时候 他就改信耶稣了 因为外国人常说 请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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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请客的时候 就可以告诉大家 乃是信耶稣的 来到我们家喝点茶吧 不用吃饭了好不好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好 再往后看 老张既然是一个学校的校长 他的学校又会怎么样呢 老张的学堂 有最严的三道禁令 第一道禁令 无论春夏秋冬热夜 不准学生开教室的窗户 因为环绕学堂半里而外 全是臭水沟 无论刮东南西北分 永远是臭气息人 不准开窗 已觉恶臭 于是五次多个学生 喷出来的叹气 比远远吹来的臭气 更臭 第二条禁令 学生一切用品点心 都不准在学堂以外的商店去买 因为老张在学校里面 开了一场卖户 老张的利益 是在增加学校的 学生的爱笑之心 只准在学校的商店里面买 第三 不准学生出去说 老张卖鸦片 为什么呢 来看啊 因为他只在附近的烟馆 被关心 封禁之后 才做暂时的接地 也就是说 旁边的鸦片馆被查封了 但是这个鸦片又没地方去 现在我这卖着吧 对不对 也可以增加一点 我的收入 但是能不能告诉 让学生出去说 我是卖鸦片的呢 当然不可以 至于自觉身份所在 不愿意永远售卖 烟土 虽非主要原因 可是我们至少也不能不感谢 老张的热心教育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又卖鸦片 又不准学生出去说 我是卖鸦片的 对不对 就是这样的 那其实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好 再往后走 老张的身材 老张的身材 安营造尺是五尺二寸 比我那么矮 恰合当兵的尺寸 不但身良这么适当 而且腰板挺直 当他受教员鉴定的时候 确心鉴定 委员的证明他是 几嘴动物 红红的一张脸 微点着几粒黑质 什么意思呢 按照蚂蚁像法说 主多才多艺 也就是看相的说 红红的一张脸 微点着几颗黑质的意思 就是说这个人 多才多艺啊 好 再来 两道粗眉连成一线 黑丛丛的遮着两只小猪眼睛 一只短而粗的鼻子 鼻孔微微向上 掀着 好似柳条上倒挂的名残 也就柳条上挂着一只汁料 一张薄嘴 下嘴唇往上翻着 以便包着年久失修 践行垂落的大门牙 因此不留神看 最容易错认成一个 夹馅的烧饼 左脸往上扬 右耳几乎扛在尖头 以表示着失位的尊严 批评一个人的美丑 不能只看一部而忽略全体 我虽然说老张的鼻子像名残 嘴是烧饼 然而绝不敢说他不好看 从他全体来看 你越看他嘴是烧饼 便越觉得非有名残式的鼻子配着不可 从侧面看 有时鼻窝的黑影 依稀的好像两个小小的蚕的翅膀 就是老张自己看 越看越爱自己 他说 嗯 鼻翅再鲜一点 鼻子再往上翘一点 只有这样 怎能叫妇人们多看两眼 也就是说这个样子 只有这样才能显得更加帅 越看自己越帅 哎哟 还有像我这么帅的美男子吗 这个就是老张了 文艺抗战创作的高峰 从伦敦大学教书 回来之后 他并没有回到北京 而是到了山东济南 任齐鲁大学和青岛山东大学的教授 长达七年的时间 在他的心目当中 他一直把济南当作他的第二故乡 他也对济南有着深厚的一个感情啊 我们以后会学到的这篇济南的冬天 就是描绘了 用散文描绘了他对济南的一个热爱 他写的是济南的冬天 每个地方的冬天都会有他的特点 对不对 比如说赤道的冬天会怎么样 还是很热 还是很热 如果说在特别特别北方 已经快接近西伯利亚那个地方的冬天呢 会冻到死 对不对 我们来读一读里面的一些文字啊 济南的冬天 很可爱 山间全白了 铺上一层雪了 给蓝天相上一道银边 你想想看 远处的山间是白的 远远的看上去 给蓝天相上了一道连连的银边 山坡上有些地方雪厚点 有些地方草色还漏着 还有一些草色 这样一道儿白 一道儿黄 给山穿上了一件带水纹的花衣 很可爱 看着看着 这件花衣好像被风而吹动 叫你希望看见一点更美的山的肌肤 等到快日落的时候 微黄的阳光斜射在山腰上 那点薄雪 好像忽然害了羞 微微露出点粉色 就是下小雪吧 济南是受不住大雪的 那些小山太秀气了 很秀气的一种冬天的感觉 不是超冷的那种 特别猛的冷 也不是特别猛的热 对不对 这是济南 再往后看 这是山城济南 图片就是山城济南 给人的感觉 很秀气 古老的济南 城里那么狭窄 城外又那么宽敞 山坡上握着些小村庄 小村庄的房顶上握着点雪 对 这是张小水墨画 也许是唐代的名手画的吧 那水呢 不但不结冰 倒反在绿瓶上冒着点热气 水澡很绿 把中年储蓄的绿色 全都拿了出来 这个就是济南的冬天 济南的冬天 你感觉冷吗 特别有一种感觉 想去看一看 这个是暴突泉 济南的一个 可以旅游的地方 叫暴突泉 第二个地方 放弃齐鲁大学 一个教授的身份 那天晚上 老舍还在家里面办公创作 埋着头 突然间一声炮响 怎么回事呢 日本人攻过来了 国民党人准备退走 打都不打 直接逃走 他们把桥炸断 不让日本人过来 那就组织开始逃走了 在逃走的时候 老舍做了一个 人生当中沉痛的决定 他决定不带自己的妻子 儿子和女儿一起走 结果你就要想了 你就要像他的妻子 儿子女儿一样想了 你怎么好意思 不带着我走呢 但是他走 叫做流亡 跟着难民一起跑的是 没有规则的 自己的女儿是刚刚出生 儿子还小 带着女儿 儿子和妻子上路 有可能谁都活不下来 所以他做了一个决定 自己先走 但他并不是逃命去了 而是一个人来到了武汉 愿意跟所有全国的文人 一起联手抗敌 创立了这样 叫做中华文艺界 抗敌协会总务部 他任秘书长 哎呀 问了这个文艺抗敌 怎么搞的 抗敌不是要靠枪 要靠刀的吗 对不对 文艺可以抗敌吗 文艺抗敌特别重要 举一个例子给你听啊 突然间有人撞车了 车祸倒在血当中 你要等救护车来 要等人来救你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种精神力量 有人在你的耳边告诉你 坚持下去 救护车就快来了 想想你的亲人 想想你的孩子 想想你的家人 挺住 哇 这股精神力量支持着 就能等到救护车来 相反呢 走过来 累了吧 闭上眼 睡活 直接就没有了 这就是文艺的精神力量 通过写文章 鼓舞全国的人 坚持住 看到希望 通过写文章 团结全国的人 凝聚在一起 抗击敌人 这就是中华文艺界 抗敌协会 其实挺重要的 对不对 对不对 好了 那这个人呢 因此到后来 由于在革命当中的一些力量 老师会被人盯烧了 后来国民党就盯烧 他有些特务 就在后面 老师准备要写报告 看看老舍一天都在干什么 就特务在后面 跟着他 跟着他 跟到后来 老舍自己也都知道 特务的追踪术也太差劲了 就被人发现了 直接拐了个弯 在这里等着 哎呦 这怎么回事 老兄 你跟了一天了 你烦不烦 你是不是要把我一天的行踪 写完报告 交上去 你别跟了 我帮你写好不好 我最清楚 我一天要干什么嘛 对不对 你给我钱 我帮你写了 不就完了吗 直接就给他搞了一个笑话 你每个月拿几块钱 我替你写报告 你别跟我了吧 好了 再往后走 由于国内的情势不明朗 他离开了 带美国去 一边读书 一边教书 一边学习 在美国没过多长时间 一直等 一直等 等到什么时候呢 新中国成立 新中国成立 国民党败了 逃到台湾去了 我们共产党建立了新的中国 终于 周总理拿起电话 给他打了过去 老舍同志 希望你可以回到北京来 支援新中国的文化建设 挂上 没过多久 电话铃响起来 国民党从台湾 打了过来 老舍同志 希望你能够到台湾过来 支援我们的文艺建设 电话又响 伦敦大学呢 老舍 希望你可以继续回伦敦大学教书 好吗 电话拿起来 美国那边大学 老舍 你还是留在美国吧 好不好 我们很喜欢你这样的人 如何选择呢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 我们不妨想到 老舍他的一个根在哪里 北京城 老舍最挂念的人 在哪里 北京城 老舍出生于平邻 小时候很穷很穷 是穷过来的 他当然希望 依然回到中国来 支持新中国的一个建设了 所以选择了 回中国 回北京 来到新中国之后 百废戴新嘛 那个时候 刚刚是打完仗 到处很穷 到处需要重建 人民的生活还很辛苦 那个时候 周总理又给他下达目标了 用你的笔 创作出一部作品来 鼓舞我们 让人家看到 新中国的变化 劳动人民的生活 在改变 好不好 于是 写了一部作品 叫做龙虚沟 获得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还有写了茶馆和四世桶 这龙虚沟是什么 是北京城外 一个特别臭的臭水沟 在臭水沟附近 住着一群 很穷很穷的人 解放前 北京龙虚沟 臭得不得了 沟旁边住满了 各式各样的苦娃 有耍手艺的 有经常受国民党 恶霸流氓迫害 和恶劣环境威胁的 直到新中国成立 共产党来了之后 治理了臭水沟 还让这些人脱贫 致富 过上了好生活 这就是龙虚沟的 这样的一部作品 鼓舞了所有的人 他也获得了 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那一次 所有的人都去看了龙虚沟 所有的人都捂着鼻子 太臭了 只有老舍看到了 这个人民的一个 生活的一个现状 他出生于贫苦的老百姓 他最理解 老百姓需要的是什么 他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题材 我就是要抓住臭沟不放 要达到对人民政府 羞沟的歌颂 哪怕自己还不成熟 我也要反映他 老舍虽然一直努力的 在歌颂的新中国 在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出力 但是新中国 变了 敬意的声量 在歌领的游吟 中文化事业出力 最大的文化事业出力 最大的文化事业出力 是一种新的文化事业出力 最大的文化事业出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